你好,欢迎收看9月9号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路易会 花莲县消防局第一大队原有的听事老旧 乌林超过40年,获中央经费补助新建听设之后 在9号举行完工启用典礼 外形就像是大型的消防云梯车 消防署长肖幻章表示,未来会加强隧道救灾训练 预计在苏花改寻求合适隧道来当作训练场地 旧有听设,乌林已40多年的消防局 救灾救护第一大队即花莲分队 新地点位于花莲市区国风街 总工程经费约1亿240万元 2018年底发包,历时快两年完工 9日上午举办落成启用典礼 大巡云梯车的外形由消防署长肖幻章 花莲县长徐贞卫等人共同接牌 消防署长肖幻章致辞表示 未增进隧道救灾训练 未来预计在苏花改寻找合适隧道做训练场地 上个上堂礼拜我们到普通隧道 来看怎么让消防就在训练 有个实体的罪道跟立委报告 真的已经看过了 那到时候可能会跟花莲跟宜南 整当成一个住在训练基地 这是我们共同中央地方 共同要来努力的地方 当然后续的天社的兴建 大概有好几个天社 花东基金的建设 还有我们特别往头分配税款 跟前瞻计划的建设 基本上是一步一步一小领导期待 让我们消防弟兄真的是在不后顾之一喔 108012月到今天 我们要提前的三个月 让我们的消防会有一个很好的基地 能够来这个实际的操作 真的要非常的恭喜花莲跟队 我们所有的消防弟兄 有一个新的又新 又这个亮丽的我们的消防会可以 让大家能够安居 而且能够安心 背景在花莲 消防会发展是对的 消防局长林文瑞表示 整栋厅设为地上四楼 地下一层建筑物 巧妙融入填补生态园区 饶富特色及创意的厅设成为新亮点 而大楼总楼板面积900平 约克隆纳50名工作人员 屋顶上的云梯可实际用于锤挂 攀爬横渡等训练 明年上半年及下半年 还有特种修筑大队 即吉安分队 光复瑞穗吉封兵分队 将启用或完工 期盼更加巩固华联救灾网络 记者长方言华联士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